第三,我们介绍《西游记》这部小说 《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神魔小说 一般认为作者是吴承恩 吴承恩是淮安府的山羊人 他的家庭本来是书香门第 后来成为小商家庭 他自幼聪慧,好搜奇闻 一生科举但是屡事不低 只做过现成之类的小官 他用毕生的经历在民间丰厚积累的基础上 创作出了《西游记》这部神魔小说的典范之作 《西游记》的原型是玄战的故事 玄战取经这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玄战在唐太宗征官三年离开长安 跋涉了五万多里到达印度 在印度十三年到征官十九年再遇归来 并且带回了梵文的佛经六百五十七部 玄战取经的这个传举 经历了宗教神话化的一个阶段 《大唐西游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诗传》 就把取经故事染上了神话的色彩 到了唐五代寺院俗奖盛行 取经故事就进入民间文学创作的这样的阶段 逐步地摆脱了历史事实的束缚 变成了一个怪诞不禁 但又结构完整的神话故事 康义于南宋的《大唐三藏曲经诗画》 出现了猴行者身杀神 此后曲经故事在民间传说和戏曲领异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原莫名初有一部《西游记》的杂剧 在原名之际还出现了一部《西游记》评画 所有这些都为吴承恩的《西游记》创作奠定了基础 但《西游记》既是吴承恩对历来西游故事的总结 又是吴承恩天才的创作 明显地表现出作家个人的个性特点和思想倾向 全书的思想和风格是统一的 所以我们说《西游记》它是一部由世代累积型这样的作品 像文人独立创作过渡的这样的一部作品 《西游记》的版本比较复杂 现存最早的创本是《万历二十年精灵唐士士德堂》的 新课出向官版大字《西游记》 《二十卷》一百回 《西游记》作为一部神魔小说 它不直接书写现实的生活 它的故事大多是虚构的 形式是幻想的 笔墨是游戏的 但是在客观上 它却切中了实笔 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现实 抒发了作者 抑郁不平之气 在他神幻奇异的外表下 蕴藏着作者对事态的讽刺批判 对人类争取自由 向往美好境界 而勇敢探索的精神的歌颂 这是《西游记》最有价值的地方 《西游记》最突出的艺术成就 是塑造了孙悟空的英雄形象 孙悟空最鲜明的性格特征 就是藐视权威 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 他在花果山做猴王 虽然也自由 但是寿命有限 于是他要不服猿王老子所管 躲过轮回不生不灭 与天地山川骑寿 他不甘于做未入流的毕马温 要做跟天地平起平坐的齐天大圣 在十万天兵天将部下的天罗地网面前 他毫无惧色 闹得天宫天翻地覆 他大声地宣称 说《长颜道,还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 只叫他搬出去 将天宫让于我便罢了 若还不让,定要搅让,永不清平 以致这个至高无上的玉环大帝 束手无策,狼狈不堪 小说还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孙悟空 在取经路上 坚忍不拔 忍辱负重 极恶如仇 除恶无尽的这样的精神 以及他的聪明机智 足智多谋 比如在三打白骨经的过程当中 他虽然受到师父的误解 甚至是惩罚 但是他却仍然不离不弃 最后终于消灭了妖怪 也得到了师父的理解 西游记在形象塑造方面的突出的特点是 神性物性和人性的统一 可亲可爱 神奇有趣 比如猪八戒 长着猪的外形 又贪吃 耗水愚笨 符合猪的自然属性 他也有神性 会变化 不过变来变去 他总离不开猪的外形的特点 同时他又有自私 爱计较的毛病 贪图世俗的享受 喜好美色美食 而好色贪吃 让他出尽了阳相 孙悟空 神通管大 他能七十二遍 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 同时灵活多变 急躁 好动的个性 分明又是猴的特点 作者还经常拿他那一根猴子尾巴开玩笑 孙悟空是高度理想化的人物 但又是立足于现实的人物 他有不少的缺点 比如好胜心强 爱戴高帽子 喜欢别人奉承等等 这些缺点 并没有损害孙悟空的形象 而是使他更有人情味 更有生活气息 因而也更真实可爱 一专一鞋的笔墨 是西游记另一个鲜明的艺术特点 这部小说表现了对现实的批判 但却不是直接正面的 而是融合在细邪嘲弄 喜笑怒骂当中 所谓在游戏中暗传密地 比如唐僧师徒顶礼膜拜的佛祖 他的亲信弟子 竟然不肯白手传经给唐僧师徒 而向他们索要人事 因为得不到人事 竟把白本 就所谓的无字真经 传给了唐僧师徒 而佛祖居然纵容这种行为 他这样开脱说 经不可清传 亦不可空取 向时仲比丘下山 曾将此经 在舍卫国赵长老家 与他送了一遍 把他家生者安全 亡者超脱 只讨得他三斗三生 米粒还经回来 我还说他们特卖劲了 将后代儿孙没钱使用 这一番话 内涵丰富 不可思议 却发人深省 在西游记之后 受西游记的影响 出现了一批神魔小说 比如 《风神演义》 《绿野仙宗》 《女仙外史》 《东渡记》等 还有西游记的叙述 如《续西游记》 《后续游记》 《西游补》等 西游记》这部小说 很早就传到了 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 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读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